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马是防守方 那么我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突破对方的目的最终的形式是什么 我吃球 我最终要通过用我的这个过人的手段达到什么目的 最终我吃球 和防守队员成这种关系 越过防守队员 那么我想越过他 他会轻易放弃吗 不会吧 他不会让我轻易过去吧 强行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 观点在什么 运球当中的突然性启动 选择从防守队员的一侧突破 在对方犹豫的一瞬间 就是作为持球方 这个一定不要犹豫 防守队员在又想上抢 还又想后退的一瞬间 选择突破方向 大家看一看 稍微上一瞬 那 速度要加快 再看 我在运球过程当中 这个一个慢的 运球过程当中 他又想上 又想退的时候 突然启动 越过对手 来 拉球 好 可以 防守队员 对方运球向我靠拢 我这第一个目的 我想把球抢下来是最好的 对不对 他这又想抢又想后退 他万一突破怎么办 这一瞬间 走 我再回头来想追他 我要转身吧 我要再启动吧 突破一方 这两个环节都没有 所以很难追得上 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强行突破最关键的环节 不要犹豫 持球不要犹豫 选择方向 速度变化 加速 突破对方 行 归队 好 就是 这个 强行突破 第一个练习 运球慢速运球 降低重心 用脚背外侧推 改变运球方向 再加速向前 我们把动作做了慢一点 第一个 往前运球 降低重心 推 往前再推 扰过防守队员 再看一遍 往前运球 降低重心 往外推 再往前推 来 都有 做到进去线就可以 好 都有 预备 起 变向 往前推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停下来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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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下面做一个练习 假想防守队员 在你面前 有一个标志筒 以标志筒的位置 来判断你 做强行突破 发动的时机 这个练习的最关键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离标志筒 离防守队员的位置 什么时候开始做 不能太远了 太远了 越过不了防守队员 太近了 防守队员把你抢下来了 这个时机 离这个标志筒 一米五左右的距离 开始做 身体动力突然降低 向右侧 或者向左侧 脚背外侧退球 然后再往前推 速度变化 和这个离防守队员的距离 一定要掌握清楚 好 来我们做一下试一试 好 都有 好 准备 开始 往前 记得推完球之后 推球之后 马上向前 这个动作要快 马上向前 再一个 做动作不要犹豫 身体中心间之后 突然加速 要有 好 来 再来一遍 走 速度变化不是很明显 中间有两个同学 做的速度变化不是很明显 李红军跟李涛 速度变化不是很明显 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走 加速 突然加速 突然加速 离标筒做动作的距离 离标筒的距离 就是离防守队员的距离 要判断清楚 一米五左右 突然降低中心 动作要有突然性 选择方向突破 也不要犹豫 好 来 再来一遍 很好 很好 这次效果要比上次要好一点 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组 好 自由练习 走了 走了 很好 很好 突然中心降低 中心要降低 坐回来 好 很好 OK 刚才我们把运球过人的动作 强行突破这个动作都已经做了 都已经取了 下面我们结合防守队员 一对一结合防守队员 防守队员做消极防守 大家体会防守队员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防守队员身体要重心 中心要降低 给进攻队员一定的压力 然后体会运球过人那个动作 一个是实际的掌握 再一个人的距离 运球过人那个距离之间的感觉 是什么样 好 来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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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一个来 从四翔那开始 来 第二个想法 很好啊 很好很好 来 再来 好了好了 来 回来回来 再做一遍 消极防守不是说不防守 好 开始 我们再做一遍 防守队员 防守队员动作 你要做防守 身体重心要降低 身体重心要降低 不是说不防守 消极防守不是说不防守 还是有一个消极动作在里边 给他施加的一定的压力 施加一定的压力 来 一个一个 从下那开始做 重心降低 上枪 上枪 跟着要跟着 第二个来 枪的 第三个 第三个 上 上 上 对 那个感觉 那个时间感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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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来 正好 好的 好 再来一遍 前面做得不错 前面做得不错 一个身体重心降低 突然性要有 身体重心的突然性要有 第一组 第一组 来 防守队员 上 低 腿 很好 速度慢了 小马上速度慢了 好 走 第三组 第三组 突然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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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 这个强行突破练习 我刚才做了练习 这里面我们常见的错误 有三类 就强行突破这个动作来说 第一个是时机 做动作的时机 离防守队员的距离 掌握不好 一个是动作做早了 给防守队员的反应余地很大 把你封死 另外一个做动作晚了 直接撞到防守队员的身上 防守队员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 他不可能不反应 你动作一旦做大 他会把你球抢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 变向速度推大 变向推大了 没有越过防守队员 向侧向推球出去 调整不过来 这三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三种情况是什么样 来 孙杨和小马 来 拿一个球出来 坐一下 我们请两位同学来演示一下 孙杨进攻 小马防守 拿一个球 往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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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 第一个是演示动作做早了 变向变早了 来 再来 再来 再做也不明显 带两步 带两步再做 带两步再做 走 走 走 比防守队员距离非常大 你变向之后 防守队员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把你的进攻路线封住了 就是带球过程当中变向了 突然身体中心变向了 过早了 给防守队员选择 余地非常大 时间非常长 就达不到这个突然性 这里边就要 枪形突破 很明显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要有突然性 不要犹豫去做 一旦给防守队员有反应时间 这个突然性就达不到了 效果就没有了 再有一种情况 动作做晚了 离防守队员太近了 咱讲过离防守队员 多少距离为好呢 1米5到2米之间 这个距离稍微好一点 1米5左右 这个距离稍微好一点 再看一看 动作做晚的是什么情况 直接把它封住就行了 好嘞 实际选择 实际选择再来一遍 过于靠动防守队员 防守队员靠得太近了 动作做完了 导致防守队员直接上上来 把球封掉了 来 再来 再推 再推 不明显再做一遍 再靠拢一点 不明显 好 来来来 再做一遍大家看一下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直接上跨步抢去 再圆一点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正常过 强大 离防守队员近了 看见没有 离防守队员近了 结果 导致防守队员 你的运球 离防守队员 防守的距离非常近 他一伸脚可以扣到你的球 并且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做动作 离防守队员非常近 更有甚至可能两人都撞到一块 做动作做完了 这也达不到过人的目的 第三种情况是 变相推大了 重心降低之后 突然推球 推大了 导致你下一个动作 你没办法衔接 不能一下地过到防守队员身后去 导致向侧前方跑 推大就行 好来 演示一遍 大家看一看 应该是推完球之后 往前越过 再往前走 再演示一遍 再演示一遍 来 看一看 推球推大了 往侧向推多了 没有衔接性动作 没有衔接性的动作 推完之后 马上一个衔接过 向防守队员身后插上 这个动作没有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在强行突破当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 碰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强行突破的关键点 是突然性 再一个 运球不要犹豫 选择一个方向突然突破 有突然性 再一个 动作的玄节 动作的玄节要快 速度变化要明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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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